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在一系列看似巧合的事件当中 捕食者也一次又一次的创造了奇迹 那么在这款无人机上到底藏有多少传奇故事 随着美军对更强战斗力的不断渴望 捕食者是不是真的要退休了呢 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5年8月20日 有媒体透露了美国MQE捕食者无人机即将退役的消息 报道称 通用原子能公司生产的MQE捕食者 在服役超过20年之后 将在2018年前完成退役 捕食者无人机是美军在1994年至1996年间 作为高级概念技术验证项目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 改无人机的早期型号的主要功能是侦查和搜集情报 随后美国空军又对这款当时其众多尖端技术 于一身的新一代侦查作战飞机进行了多次赶进 在这个过程中 为其加装了地域和导弹 使其成为了美军初期查打一体无人机的代表型号 2002年3月 美国空军组建了第一支具备攻击能力的MQEB50者无人机中队 此后这款无人机便先后在阿富汗 伊拉克等战场上展露锋芒 即使在近几年 捕食者无人机依然十分活跃 2011年4月21日 也就是美英法等国全面对利比亚发动进攻的一个月之后 美国总统阿巴马正式批准在利比亚境内使用捕食主 当时就有报道指出 这款无人机将在此次战争中 取代当时参战呼声极高的美军四代机F22 在众多有人机空袭利比亚之后 行动诡秘 招数凶狠的捕食者无人机秘密现身 成为了战场上的独行侠 不但为美英法等国联军提供了大量的战场情报 还发射导弹 摧毁了利比亚多处火箭弹及炮兵等机动阵地 而在近两年中 虽然美军直接参与的局部军事冲突强度明显降低 但捕食者依然在美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015年8月31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军已经在拉脱维亚部署了两架MQ-1捕食者无人机 与此前部署在德国的F22战机 一起应对该地区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们看到近几年的美国捕食者无人机 可以说在利比亚战争以及其他的军事冲突当中 应该说表现都非常的好 风头正进 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两年频频传出来它即将退役的消息 这是为什么 应该说虽然它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美军它目前装备发展的一个整体需求 比如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都熟识全球鹰无人机 我们知道美国原来还有U2 那么它就认为它对有一些 比如说战略级的这种侦查预警的这些情报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 那么它就把这个U2让它退役 把U2的一些传感器加装到这个全球鹰的设备上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掉一部分装备 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普食者让它退役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方面的考虑 就是它要让力量进行有效的整合 我们知道现在按照美军的做法 它叫做一个不间断的一个巡逻圈 它把它叫做一种巡逻圈轨道 那么它怎么来执行这种不间断的这种侦查打击呢 它就是构建了65个 由无人机 这个由普食者和这个死神组成的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个飞行队 那么它目前呢是有65个 但它认为呢下一步呢 这种需求有可能会减少 那么减少之后呢 可能组建50几个 甚至将来40几个就够了 那么怎么办 它不需要那么大的需求了 它可能就把这个普食者的数量呢 可能要相对减少 甚至让它逐步的推出现役 但是我们说像F15 F16这样的战斗机 它的服役时间呢 要比普食者还要长 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 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改进型号 到现在还在美军当中服役 那为什么普食者就没有推出个 比如说超级普食者类似的型号 实际上已经推出了 这次是所以让普食者推移 是因为它已经有了后继的机型 它后继的机型是普食者B系列 因为普食者相对来讲呢 它个头小一点 插打一体的能力 不是太强 它一般只能挂两枚地域火导弹 升级版的普食者呢 也顶多能挂四枚 而在普食者的技术上 放大的普食者B系列 那挂弹的能力也强多了 能挂八枚 那么它一次出动 这个攻击的目标就更多 以后的查打一体的这个任务 完全由普食者B系列来承担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飞行员的来源 因为不论是普食者还是普食者B 他们的操控人员 都是从战斗机部队 轰炸机部队 运输机部队 调过来的飞行员 他也要经过培训的 而且呢 工作量呢 可能比飞行部队还大 很多人还不愿意去 他也需要採检 任务机组人员 和地面操控人员 以及无人机机队 所以在美军看来呢 不是这无人机基本上 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史评 但是实际上美军如果真的要退一 这样的一款 普食者无人机的话 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对于此次美军提出 将普食者无人机完全退役的消息 有报道投入 一名五角大楼官员表示 美国空军已经做好了 退役该型无人机的准备 并朝着2018年全面部署MQ-9 死神无人机的目标前进 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已经在今年3月签署了这项命令 而在此之前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批准了空军将无人机空中战斗巡逻次数 由65次减少到64 这为空军调整留下了喘息的余地 但实际上 美军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要退役 武食者无人机的想法 早在2007年 美军引入MQ-9死神无人机开始 美国空军就已经计划退役 武食者无人机 而随后美军先后为这款无人机设置了多个退役时间 但奇怪的是 每一次都是雷声大 一点小 最终便不无人事 然而到了去年 美军似乎突然认真起来 据报道 2014年2月26日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 美国空军部长戴布拉里·詹姆斯表示 美国空军的无人机 无法在反介入作战空间中生存 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 美国空军将不再需要太多这种无人机 随后美军果然开始缩减无人机的编制 并透露将在2017年退役武食者无人机 但就在人们对此信以为真之后 今年8月 美军又将该型无人机的退役计划向后推了一回 去年美军传出来要退役武食者无人机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那时候给出了的说法说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少了 能不能说补视者只有在阿富汗这样的地方才有用武之地 应该说是这样的 因为在伊拉克他原来用的比较多 现在已经减少了 那么后来是集中在阿富汗和巴以斯坦地区 尤其是巴阿边境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塔利班武装组织比较集中的地方 他经常派飞机过去 那么如果他现在从阿富汗撤兵 那么这些塔利班武装如果不越界 对美军可能或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可能影响不太大 他这些活动也会逐渐减少 再加上他的无人机经常跑到巴以斯坦上空去活动 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巴胆政府也经常向他提出抗议 如果是反恐的任务 他觉得不那么急迫的话 这些任务有可能会逐渐的减少 当然他也会转移到非洲 或者是其他的中东国家地区 另外我们说其实美军确实对不是这无人机 还是有一定的依赖性的 从他逐渐的推迟这个退役时间就能看得出来 而现在给出的说法是在2018年的时候 退役所有的不治者无人机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说法可信吗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 这个具体的时间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种装备它是否要退役呢 首先我觉得取决这样几个因素 一个是看作战需求 如果仍然有非常急迫的作战需求 比如说反恐 那么或者说有一些恐怖主义的势力还在发展 那么他要进行一些定点的清除 那么他还需要这种无人机 就作战需求 如果作战需求降低了 他可能会加快他退役的步伐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要看他是否有新的技术出现要取代他 那么像比如说死神 那么他的很多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 甚至某种程度上他可以取代他的很多功能 那么如果新技术发展了 或者说有更新的技术出现 那么也会加速他退役的步伐 另外一个因素呢 我觉得还取决于经济上的因素 那么这个他要算一笔经济账 如果要是他服役的话 他会带来他有什么样的消费比 如果他退役了 他节省下来的钱又能做什么 那么他如果算这个经济账 也会决定他什么时候退役 所以是三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所以这么说的话 捕食者离他的退役确实是不远了 刚才我们提到 目前呢 捕食者还活动在阿富汗等地 而就是在阿富汗 他曾经还经历了一次非常特殊的事件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捕食者无人机 在发展初期并不具备发射导弹的攻击能力 美军将其视为重要的新型侦察平台 但似乎是一个离奇的事件 推动了这款无人机的发展 而促成这一切的关键人物 就是奥萨玛本拉登 有资料显示 2000年9月 美军捕食者无人机 在阿富汗上空拍摄到一组影像 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 在画面中 由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正在进行训练 而其中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高个子男子 与周围的人有着明显区别 看上去非常显眼 经过分析 美国政府认定 这个男子就是本拉登 当时 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 正在积极集拿这个恐怖组织头目 一直没有成功 只有这架捕食者无人机 发现了他的踪影 但当时的捕食者 还不具备打击能力 因此无法对目标下手 美国政府认为 自己可能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但他们没有想到 失去这次机会 竟然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时隔整整一年之后 2001年9月11日 真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了 纽约世贸双子大厦的倒塌 彻底激怒了美国政府 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 下达了对本拉登的全面通缉令 而在公开讲话中 小布什也颇具深意地表示 无人机不应该只是将战场影响 传给司令部 他们还应该具有 直接发起攻击的能力 这段讲话不仅表示了 美军要将无人机 全面武器化的决心 而且似乎是在对一年前 捕食者没有对当时发现的 本拉登进行攻击 表示遗憾 当时的捕食者是发现了本拉登 可是当时这款无人机 不能像后来一样发射导弹 因此没有办法对目标进行打击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之后 才刺激了发展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 在1994年的时候 其实DAPA 也就是美国的高级技术研究局 就曾经进行了一些 这方面的先期技术的概念演示验证 在94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储备这种技术 到了2001年的时候 第一次进行的查打一体 当时是用地域火导弹 摧毁了地面的一个坦克 那么到了2002年 开始部署这种查打一体的 无人机中队 在2003年的当时说 这种基本上就比较成熟了 因为它要对一些10米目标 对这些快速可能发生变化的目标 进行打击的话 那么它的这些导弹 也要能够对它提供一些 比如说对移动目标的探测 那么对它这种指示的这种功能 特别比如说像一些激光的指示功能 那么你通过激光速的照射 那么你这个导弹沿着激光速 攻击敌方的目标 那么这些指示器 这些相关的设施设备 那么怎么使用 怎么加载 那么它都有一系列的实验过程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 在实战中的使用 来不断地完善它 另外我们看到在此次事件之后 很快不是者就具备了攻击能力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军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 那我们能不能说 无人机如果要具备攻击能力的话 其实难度并不大 应该说难度非常大 最早提出用无人机挂载炸弹 对敌方目标实施攻击 是什么时候呢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 当时英国有两个将军 就写了一个报告 他说如果我们能研发出无人驾驶飞机 挂载炸弹 飞到敌方嵌毫上空 向下投弹 这样的话 这个可以大大的 这个减少我军的伤亡 直到战争这个结束了 他刚刚搞出的世界上第一款无人驾驶飞机 而且失败还不顺利 上去就摔了 那更别说挂弹了 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人又重新开始折腾这个事 当时有一款很合适的机型 叫火风 火风开始把机 后来搞成高空无人驾驶飞机 挂了当时的这个 最好的清雪制造炸弹 和一般的这个炸弹 也做了试飞 飞完之后 最后美军条令上写了一句话 无人驾驶飞机不允许挂弹 攻击地面目标 为什么 那个时候的无人机非常傻 他飞出去以后挂了导弹 你不知道他打谁 他是按程序飞行的 那就是发现目标打 有可能是打敌方目标 也可能打自己的目标 他战场一定那么混乱 甚至飞回来的时候 有可能他攻击你起飞场的 是吧 这个目标 智能化水平这么低 显然是没有办法让他挂弹的 那么时间又往后推了20年 这个时候的技术成熟 刚才总要是讲的 94年开始验证这个技术 到2001年2月 终于试验成功了 是吧 可以实践 但是有前提的 就是说他在发射导弹之前 地面的操控人员 一定要派名目标 所以加装了武器之后 我们看到不识者确实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那么换人一心的不识者 这个时候又再次回到了阿富汗战场 接下来通过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美军开始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 发起军事行动 大量携带导弹的捕尸者无人机 被派往战场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挥下 他们的目标是基地组织的一部分重要头目 2001年11月13日凌晨 在追踪一支基地组织车队 整整一天之后 一架捕尸者无人机 悄无声息地盘旋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周边的一个小镇上空 此次锁定了一家特殊的旅馆 F-15绝密出席 无人机一锤定音 战场的主角为何会成为 首次参与攻击行动的捕尸者 下了雨后进入了小楼 那个小楼里面彻跃着灯光上通灯了 误伤数据震惊世人 美军高官出面道歉 无人机误伤平均的惨剧 到底能否避免 看着这个目标不能准确的判断 它就是恐怖分子 或者一些威胁的话 它有的时候它也暗动了这个案例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无人机参加欧洲军事行动 风投证件之时 美军捕尸者无人机为何再次传出退役传闻 这个按照美军的做法呢 它叫做一个不间断的一个巡逻圈 阿富汗上空发现神秘男子 一枚导弹猎杀本拉登干将 捕尸者的发展伴随着多少传奇故事 后方的操控人员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所以那天晚上你那车队走走行程 走走行程 并不能很着急的往外跑 刚刚完成试验便登上战场 捕尸者的接班人有何特殊本领 继续用这种导弹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也不会限制这个死人性能的发挥 军方证实大型无人机秘密研制计划 美军下一代无人机到底是何模样 它的雷达反射截免 比一般的第四代引人弹机还要小 沙场推出离其退役的捕尸者正在播出 2001年10月13号 美军一架捕尸者无人机和三架F15战斗机 飞入了阿富汗境内 对一架旅馆发起了突然袭击 目标是基地组织重要头目 穆哈默德 阿提夫 相比之下又有更强攻击力的F15 自然是此次空袭的主力 然而在整个行动当中 最初风头的却是一直在高空 看热闹的捕尸者 2001年11月13日 一架美军捕尸者无人机发现 本拉登的得力助手 阿提夫随车队进入了一家旅馆 由于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 对捕尸者无人机的攻击能力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而且如果此次失手 要想再次猎杀阿提夫将十分困难 所以在接到无人机传递的情报之后 美军专门派出了三架F15战斗机赶赴现场 实施斩首行动 在确认目标之后 美军F15战斗机首先对旅馆发起了攻击 转瞬之间旅馆便被炸成废墟 地面上已经是一片混乱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越野车突然从熔烟中高速冲出 试图趁乱逃跑 经事后美军分析 阿提夫当时就在这辆车中 已经冲过旅馆上空的F15 立即做出了回转动作 准备对逃跑目标发起攻击 但指尖一直在高空观战的捕尸者无人机 突然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 准确命中了正在急速行驶的越野车 一时间 小镇旅馆周围的恐怖分子全部死亡 而令本拉登没有想到的是 他最得力的助手阿提夫 竟然会死在首次在实战中 发射导弹的无人机身中 我们看到在这次发起行动的时候 应该说不是这刚刚具备了打击能力 美国对于他的打击能力并不是很有信心 但是不是这他发射的导弹 竟然击中了一辆正在行驶中的轿车 那么这是巧合还是真的具备相关的什么 当时美军开始大规模的轰炸 塔利班武装部队 那么他用B-52炸完以后 塔利班部队的基本上就做鸟收散了 开始大批的向后撤退 那么美军的飞机就开始追击打击 那么这有一天晚上 他们派出了这个RQ-1 不是者无人机对塔利班的撤退路线进行侦查 那么后方的操控人员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说那天晚上有一列车队走走停停 并不能很着急的往外跑 那么这个车队呢到底是谁的 干什么 不是开始不是很清楚 后来到了一个建筑物的附近 这车队人都下来了 下来以后进入了一个小楼 那个小楼里面彻夜的那个灯光都是通明的 那么美军分析 这个楼里肯定是一些塔利班的重要人物 在这开会儿 开了一晚上 那么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于是呢 根据普什泽传回的情报 呼叫了在他附近的两架 这个美军战机 赶过来要对他实施攻击 在这个过程中 普什泽也发射了空对地的导弹 当时他抓的是那个地狱火反腾的导弹 最终呢 炸死了几十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其中就包括他们的重要头目 拉提夫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战力 那另外我们想知道 就是在 普什泽具备了相关的攻击能力之后的十几年当中 他的攻击能力有没有很大的提升呢 其实他这个攻击能力还是提升比较大的 那么最开始呢 他可能对付那些移动目标呢 还是有困难的 那么后来呢 就是说他也是加装了很多新的系统 比如说这个对移动目标的这种指示系统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对激光的这个指示系统 特别重要的呢 他必须要具备实时的图像的传输能力 就是说你必须要当时这个场景 那么通过这个有效的通讯手段 把这个图像能够传输到后方的这个操控人员 如果你不能实现这种实时传输 比如说他有之后信啊 或者是不能有效的这种传输的话 那么就很难再说实时的对目标进行打击 所以通过这些能力的增强呢 一定程度上使他一个对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呢 得到增强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过去呢 他比如说他有些目标 他隐藏在这个树叶啊 或者是丛林的深处 他也看不到 那么现在呢 他加装了更为先进的这种侦查手段 比如说叫做超频谱的这种侦查能力 他可以甚至看到树叶后面 隐藏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所以说捕食者无人机应该说是开辟了一个 无人机查打一体的新时代 但是随着无人机攻击能力越来越强 由此引发的悲剧也是接二连再的发生 2015年4月12日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美军无人机于当天 对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的所谓恐怖分子据点进行了空袭 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据悉 这是2015年美军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境内进行的第六次空袭行动 这些空袭行动至少造成了40人死亡 但遗憾的是 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巴基斯坦平民 近年来美军频频使用无人机 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等国境内执行防恐行动 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误伤事件 早在2014年11月 英国媒体就发布消息称 据人权组织当时的最新分析显示 美军发动无人机空袭行动的精准性大失水准 甚至曾未杀死41人 导致多达1147人死亡 其中还有大量平民和当地士兵 而在此之前 也曾有外国媒体曝光过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数据 据美国媒体2010年5月的报道显示 从2004年至2010年 美军无人机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 共杀死约830人到1210人 其中只有一半左右是武装分子 而巴基斯坦官员则表示 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 美军无人机共击毙了14名恐怖组织头目 却造成了近700名平民的死亡 除阿富汗 巴基斯坦等国表达强烈不满之外 美军自己也承认无人机空袭造成了大量武伤 据悉 2010年5月29日 驻阿富汗美军和北大西安公约组织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斯坦利迈克里斯特尔 向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指签 随后又通过电视向阿富汗民主道歉 我们说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无人机误伤的事件时有发生 那这是不是说明现在无人机的技术 包括性能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其实这种误伤的发生 也不能光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比如说一些传输的图像还不会非常清晰 那么给叛徒人员带来很大困难 但除了这些因素 还有很多是人为的一些因素 那么这就包括 比如说有一些 可能是有些目标 就是这个反恐人员 他可能会隐藏在平民当中 那么这一定程度上 也会增加你判断目标的难度 另外我们也绝不排除 有些作战人员的这种轻率的这种举动 他可能说有的时候 看着这个目标不能准确的判断 他就是恐怖分子或者一些威胁的话 他有的时候他也按动了这个按钮 那么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 而且是非常血腥的 在这方面其实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要制定 无人机作战的这种规则 只有制定这种规则 确定在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在最后扣动扳机 我觉得这样可以避免一些 这个人员 作战人员的这种轻率草率的行为 但是我们说未来 不是这也有一天会退役 那么紧接着继承它的新一代的 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能否规避刚才我们说到的 误伤的问题 这个还很难避免 现在不要说无人机了 就有人驾驶的飞机 也难免会发生误伤的问题 它的操控源都是在美国本土的 内利斯空军基地的 这个内地上操纵的 那么通过图像的传输 它们的图像是不是那么清晰 那还要根据你的高度来断定 那么如果判断失误 就有可能造成物机和物伤 但是现在新一代的普世者 就比如普世者B 应该说他个头更大 相应的侦察手段 设备可能更先进一些 另外今后的发展 像普世者B这样的大型文件 要求双击之间 要能够互动 这个或者是呢 不光是打那些非武装的 或者是武装水平很低的 这个恐怖分子和塔利安分子 甚至要能够和敌方的防空武器 进行对抗 那么这个现在已经有先例了 第一次呢 是一架侦察型的普世者 在这个费卢节的附近 发现了一个敌方的一个炮变地 一般人在他发射迫击炮弹 因为美军在这个费卢节的地方 打得挺费劲 但是这架普世者是没有武器的 是侦察机 于是呢 他的操控人员就通过网络 在网络的聊天室 找到了另外一架 带武器的普世者的操控人员 他们在辽安室进行互动 是吧 进行商量 是吧 我这架飞机在什么地方 发现了什么的目标 你赶紧过来 于是这架带武器的普世者 立刻飞到这个目标上空 而且对这个炮兵阵地发射的导弹 最终将炮兵阵地击毁 今后的大型的普世者 比如说普世B 他应该有具有更强的这方面的功能 不仅仅是单机作战 而且有可能进行协同作战 随着普世者这样的早期查打一体的 无人机的逐渐退役 我们也希望新一代的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能够解决误伤的问题 那么说到这的时候 如果谈到普世者退役之后 谁会将成为他的接替者呢 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4年4月24日 在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的赫尔伯特机场内 美国空军首次曝光了一支无人机部队 这支部队装备了美军已经服役的最新型 MQ-9死神无人机 该型无人机被认为是普世者的继任者 曾有分析指出 全面换装死神无人机之后 美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将不只是翻了一倍 刚刚完成试验 便匆匆登上战场 美军为何对死神无人机如此信任 死神呢 谁应该说是发展一个顶峰 RQ-180计划终被证实 美军到底想赋予无人机怎样的特殊能力 还是可能取代这个有人的这种 对地攻击的这种攻击机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无人机参加欧洲军事行动 风头正进之时 美军捕食者无人机为何再次传出退役传闻 这个按照美军的做法呢 它叫做一个不间断的一个巡逻圈 阿富汗上空发现神秘男主 一枚导弹猎杀本拉登干将 捕食者的发展伴随着多少传奇故事 后方的操控人员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程度 那天晚上你那车队走走行程 走走行程 并不能很着急的往外跑 刚刚完成试验便登上战场 捕食者的接班人有何特殊本领 继续用这种导弹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也不会限制这个死人性能的发挥 军方证实大型无人机秘密研制计划 美军下一代无人机到底是何模样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 要比一般的第四代语分弹机还要小 沙场推出离其退役的古识者正在描述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美军无人机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 有数据显示在本世纪初 美国拥有不到200架无人机 而如今这个数量已经上升到了8000多架 足以看出美军对无人机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如果捕食者无人机退役的话 其替代者也必须比捕食者本身强大得多 而这个重弹则落在了死神无人机的肩上 那么这款无人机真的具有死神般的魔力 能够让对手感到无限的恐惧吗 死神是目前美军最具杀伤性的新型无人机之一 具有长航时多任务能力 主要是执行侦察情报收集任务 也可以执行攻击任务 美军对死神无人机的性能非常满意 以至于该无人机的作战实验刚刚结束 美军便在2007年3月组建了死神无人机中队 并将其投入战场 2007年10月27日 死神无人机首次向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 发射了一枚地狱火打弹 仅仅10天之后 阿富汗境内的死神无人机又向武装粪补 投下了一组激光质的炸弹 截至2008年3月 美军利用死神无人机对阿富汗境内16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美军之所以对死神如此信任 是因为这款无人机确实拥有着一些空前的优异性能 有资料显示 死神无人机可以说是上一代捕尸者的全面放大版 速度达到了捕尸者无人机的三倍 其武器挂架也从捕尸者的两个增加到了六个 综合作战性能远远高于捕尸者无人机 除导弹之外 死神无人机还可以挂载精确制导炸弹 以及小直径炸弹 但遗憾的是 在最具威力的导弹方面 死神与捕尸者两款无人机挂载的 都是AGM-114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为死神量身打造的新型导弹并没有出现 我们说死神无人机要比捕尸者无人机 它的性能要强大得多 但是我们发现 两者使用的导弹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会不会限制死神无人机 它的战斗力的发挥 我觉得这也不能这么简单的说 因为我们评价一款无人机 它性能怎么样 也不仅仅说看它携载了哪个类型的导弹 我们要看它综合的这个性能 比如说像这个死神无人机 它的这个外挂点已经进一步增多了 可以挂更重的导弹 更多的导弹 不仅仅这样 它航程也更远了 而且它流空的时间也更长了 它续航能力比较强 可以长时间在续航 在这个战区地区徘徊 另外呢 它的速度也比较快 所以从综合性能来讲 它肯定要比这个朴实者 有了很大的这个提高 但至于说斜载的导弹 我觉得如果这种导弹 它适合对地目标的一些打击 那么继续用这种导弹 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也不会限制这个死神性能的发挥 而且我的感觉是 像这种无人机 我们对它能力的发挥呢 其实更多还是要强调 它的这种侦察 探测和这种快速反应 抗干扰 这些综合的电子信息方面的能力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傅老师在您看来 这个死神无人机能不能够替代 不是这无人机所有的功能 完全可以替代 死神无人机实际上就是 朴实者B的一个发展型 因为朴实者B它本身 发展了民用型军用型 军用型它也好几种 包括收割者 狩猎者等等 死神应该说是在发展顶峰时期 研发这款重型的 或者大型的插大一体的无人机 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大 是吧 携带的设备就要比普世者 这种一吨级的插带体温级要更多 是吧 除了带单量大以外 它的那个设备 比如说它的光电探测系统 是吧 就有可能也做得更大一点 我们的照相机 肯定是这种长焦的变焦的这种照相机 它造的远处的物体更清楚 是吧 你拿傻瓜相机造 肯定就不如它 那么如果你的光电探测球更大 性能更好 那么我给你看更远更清楚 同样高度拍照片 我就照得远清楚 同时呢 它挂载的武器呢 也会更多 它的携带的武器的灵活性 也要比一般的普世者MQ-1 这个要强得多 甚至它能挂载空空导弹 能够在特定的情况下实施 是吧 这个防空自卫 另外在其他的一些性能方面 比如说它这个飞行速度 飞行高度方面 它也要比 不是说要强得多 我飞的高 比如说到一万多米 那么我一次侦查的区域 就要比你在三四千米 侦查的区域要大得多 是吧 同时呢 更安全 所以说呢 像不是这样的无人机 真是应该退休了 但实际上 我们说在美军的无人机序列当中 像死神这样的无人机 也逐渐成为了小角色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5年5月21日 据日本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发布了一份报告 概述了美军一种全新的作战理念 利用F-35联合攻击机 作为空中指挥平台 操控大量无人机 展开所谓的空中狼群作战 这不仅意味着美军 可能会为F-35 打造一些全新的作战指挥系统 也代表着未来 美军无人机 将更多参与对地攻击的任务 目前 美军对这一计划并没有透露出过多的信息 但可以看出 美军已经对无人攻击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与F-35这样的第四代隐身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 相应的无人机 也很可能会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而近年来 美军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 2014年6月21日 据我官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宣布 此前在网络上一直传言的所谓 RQ-180大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的确存在 这款无人机与此前的RQ-170哨兵无人机一样 也具备隐身能力 但重量则超过了哨兵的两倍 流空时间更是达到了哨兵的三至四倍 相应的侦察设备也会全面升级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 RQ-180可能仍是一款侦察机 相比之下 近年来美军大力发展的X-47B 则是极隐身 侦察打击功能于预身的大型高智能无人机 能够自主完成对地攻击任务 甚至曾经有分析认为 X-47B的出现 意味着很多传统的有人攻击机 可能很快就要退休了 我们看到现在这种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可以说是越来越科幻 那么高智能 并且是衍生的无人攻击机 应该说是相继问世 它的这种对地攻击能力 也是在不断的加强 那么这种无人机 能否逐渐取代有人对地攻击机呢 应该说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 我们还不能这么说 但是从长远发展看 我的理解 它是可能取代有人的攻击机 这种对地攻击的这种攻击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目前来看 无人机还是有一些问题 没有解决 第一个 它的反应还是有延迟 就是它和有人机相比 它的顺时的 战时的这种反应能力 还是要慢一些 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二就是说 因为无人机 它有一些自身的这种脆弱性 无论是有很多的信息 比如说治疗信息 有些信息是从外界扩取的 那么容易受到干扰 另外呢 无人机呢 它的误障率也挺高的 那我们经常会看到 那个报道 比如说无人机失控了 比如说哪一个这个控制站 无法有效的控制这个无人机了 它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所以说如果要这样的无人机 到处乱飞 那肯定也不行 所以说它有它自身的脆弱性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因为无人机 现在误伤的这个概率挺高 所以这个人们对它的这个 在参与作战呢 有一些问题呢 其实还是持着一些怀疑的态度 所以说无人机要真正的 取代有人机 我觉得这个道路还是比较漫长的 那么从目前的趋势来看 美军希望无人机还具备 什么样的能力呢 你刚才已经说到了 几个点 一个隐身 那目前我们说的普世哲也好 普世哲B也好 它基本上不具备隐身能力 那么如果对手的防空水平比较高 那么这些无人机的生存率就比较低了 要想突破未来的 这个高技术组成的这种防空活力网 那就必须要发展 更先进的隐身无人驾驶侦察机 或者是隐身的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那目前美国人正在搞的机型 就比如说X47B 欧洲搞的神经元 英国研发的这个雷电之神 以及中国这个试飞成功的利剑 那么这些无人机平台 要比咱们刚才讨论的普世哲 那要高一个层次了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 要比一般的第四代隐身战机还要小 就说要比F22 F35这样的隐身战机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低一个数量级 这样的话雷达就很难发现它 它有同样吨位的无人驾驶战动机 它的载油系数要高于有人机 因为我上面没有驾驶员 没有坐舱 那么这些空间就完全可以用装载燃料 或者是装载武器 因此它的坐舱慢径 要比这个有人驾驶战动机呢 大幅度提升 另外呢 现在的无人驾驶 必须应做到自主起飞和降落 自主的到空中去执行任务 而且能够自动的规划任务 自动的改变任务 那么又对它的自动化水平呢 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捕食者无人机 虽然是美军上世纪的研发产物 但目前领处在世界上 先进无人机的行列 但在不久之后 这款无人机也将逐渐步入 飞机坟场成为律师 这意味着美军对无人机的重视程度 已经超过了从前 更多更先进无人机研制计划的曝光 代表着美军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 正在不断加快 而这同时也提醒着我们 一场空中力量的全面变革 正在逐渐靠近 一场大火照亮日本登京 驻日美军基地发生连团爆炸的背后 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 虫绳上演黑鹰坠落 驻日美军到底给日本带来了多少不确定因素 直升机坠落大学校园 普天间基地为何会引发 美日两国之间的一场普天间危机 日本火山爆发是否真的会给美军基地带来灭顶之灾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